被普京点评后 瑞典环保公主改签名嘲讽反遭群嘲 小编提醒 需要中文字幕的朋友请点击右下角打开字幕 请您点击右下角图标订阅 多谢您点赞 欢迎您评论 尽管年纪只有16岁 但瑞典环保公主隔离塔 通贝里近期却引起多个大国领导人的关照 遭特朗普嘲讽 被马克龙回击 或特鲁多接见 就在两天前 俄罗斯总统普京也提及了这个投身环保事业的女孩 称她虽然善良 真诚 但没有人对其解释过 现代世界是复杂且存在差异的 况且许多欠发达地区的人也希望有瑞典人一样的财富水平 利用清洁能源 不过要想实现还很难 当有人为了个人利益而利用儿童和青少年 那就应该受到谴责 普京直言不讳 在各国媒体对普京的一番评价做出报道后 有意思的是发生了 通贝里个人官方推特上的签名 变成了一个善良但孤陋寡闻的少年 有用户对此表示疑惑 他被盗号了 立马有人指出 通贝里这是在嘲讽普京对他做出的评论 他之前也对特朗普使出过同样的招数 上月底 特朗普曾在推特上评价通贝里 他看起来像一个非常快乐的年轻女孩 正期待着光明和美好的未来 看到这个 真好 随后 通贝里便把推特签名改成了这样 面对接连签名嘲讽美俄总统的通贝里 网民们似乎并不买账 开启了群潮 表示赞同普京 还有人认为 用善良一词来形容他 似乎不是很准确 不过 也有部分网民对通贝里表示支持 此外 有人对普京的表态进行了分析 上月23日 在美国纽约举行的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上 通贝里当着世界各国领导人的面 指责政客们在环保气候问题上的不作为 你们已经用空洞的言语 偷走了我的梦想和童年 你们怎么敢这样 请点击右下角图标订阅本频道 请点击右下角图标订阅本频道